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电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剧情片,面条 电影主要讲述了女孩具有神奇超能力 只要她一哭泣,都能把眼泪变成面条的故事 故事很精彩,想要超能力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女主大漂亮是个大龄单身狗,她刚刚丢了工作 而且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没有一个人能帮助她 如果这个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下个月她就要睡大街了 想想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那样子,大漂亮不绝间悲从心来 此时又累又饿的她来到了超市选购生活用品 可结账时才发现自己的钱不够,无奈她只要把牛奶留下了 回家后,隔壁的老奶奶热情地迎接了她 看着老奶奶慈祥的面容,她多少算是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回家后,爱泉也在第一时间上来安慰她 看来生活还不算太坏,可是下一秒她就又绝望了 因为看着自己入不敷出的账单,她真是崩溃 最后越想越伤心的她竟然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哭着哭着,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自己哭出来的不是眼泪,竟然是面条 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啊 她一脸懵逼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没错,就是自己哭出来的 于是她捡起面条就塞进了嘴里 嗯,味道挺不错的 瞬间她就发现了转机 晚间的时候,她把自己用眼泪做成的面条端给了隔壁的老太太品尝 老太太之后大为赞赏 这下大漂亮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在第二天,她就开始在集市上摆摊 专门售卖用自己的眼泪制成的面条 人们品尝过后赞不绝口 一时间生意好得爆 来买面的人也落意不绝 很快她的面条就卖完了 而她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活下后看着桌子上的钱 大漂亮十分的兴奋 这下自己可发财了 因为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不过没有开心多大一会儿 她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因为随着钱越赚越多 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突然间她发现自己哭不出来了 这可怎么办 没有了原料 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没办法 她开始自残 想用这种办法来迫使自己流泪 可是弄了半天也不管用呀 无奈她又跑去看煽情的电视剧 可是依然哭不出来 最后她索性把父亲的骨灰盒给打碎了 但是依然不管用 我也是醉了 这女的为了赚钱 简直是丧心病狂呀 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她看下了自己的爱犬 第二天她把自己最爱的狗狗 丢到了深山老林里 因为这个办法 或许能让自己伤心吧 果然在回家的路上 她背从心来 我也是服了 一只狗竟然比亲爹都管用 看来这女人的心已经完全黑了 原料的问题解决后 她又开始做面条生意了 而且这次做出的面条更加的美味了 许多的人都慕眠而来 而生意比之前还要火爆了 不用说 大漂亮又大赚特赚了一笔 此时一个大老板找到了大漂亮 她说愿意出资租下一个店铺给大漂亮 然后两人一起经营面馆的生意 大漂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面馆开业后 生意还是火得一塌糊涂 每天都有大量的食客来到店里品尝 店里的流水也是水涨船高 两人一时间发财了 可是很快 大漂亮又遇到了原料供应紧张的问题 因为爱犬被舍弃这件事 她已经哭了一阵子了 现在她的泪点已经提高了 爱犬已经不能再让她伤心流泪了 无奈她只好下手杀害了那位慈祥的老奶奶 看着老奶奶的照片 她很伤心 一时间泪如泉涌 而原料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 不过此时的大漂亮 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无良商人 她的眼里除了金钱 恐怕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吧 看了这部短片 小脸感觉很震撼 因为生活在这个物欲行流的社会里 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甚嚣尘尚 追求金钱 渴望成功 这原本并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要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 迷失自己 在成功的同时 尽可能爱得单纯一点 活得纯粹一点 有良心一点 在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同时 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最后假如你有这样的超能力 你会为了赚钱不顾一切吗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兰再次谢过了 么么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